为引导广大职工重视身体健康 科学健身 今天上午由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 纪录频道承办的全省职工健身器工八段紧 省级决赛在我台举行 上午9点半 全省职工健身器工八段紧 省级决赛正式拉开帷幕 为推动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去年9月我省开始推广职工健身器工八段紧 培训推广及比赛活动 经过层层选拔 全省共有16支参赛队伍登上今天的省级决赛舞台 本次大赛共选出团体一等奖三个 二等奖五个 三等奖八个 作为一名企业的职工 我们日常的工作比较繁忙 压力也比较大 通过练习八段紧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还可以修身养秀 对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可能是我感觉睡眠好了 然后就是晚上睡得比较沉 再就是吃饭呀 我原来的时候脾胃有一些虚弱 我们里面有一事是调理脾胃虚单举 我觉得这个动作对我来说作用是非常大的 八段紧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健身运动 通过大力推动八段紧运动 可以引导人民群众树立正确健康理念 形成健康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推动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建设不断深入 八段紧是中华民族养生文化的重要代表 它的特点是动作舒缓 可以增强体质 延缓衰老 同时也可以缓解心情焦虑 这次比赛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全程的职工 行动起来健康的生活方式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